高雄贾仙最近两个礼拜则是出现一只猖狂的台湾猕猴大闹当地商圈 他跑到店里投抢食物 还会跑到国小偷吃香蕉 学校老师赶紧清空办公室把猴子关了起来 再通知农业局展开了抓猴大作战 居然在贾仙街上看到猴子 太神奇了 当着店家的面抓了东西就往嘴里塞 态度很嚣张 不止这间面店受害 他甚至爬到住家骚扰民众 东跑嬉闹 还溜进校园 香蕉拿在手里剥了皮 吃得津津有味 一回办公室看到这景象 老师简直吓坏 赶紧呼叫救援 展开抓猴大战 最后农业局利用吹剑麻醉猴 抓不成功 两桌内高雄贾仙这只猴猴入侵校园打闹店家 在当地商圈吃了不少霸王餐 吃我们的东悬饼 去拿瘦头啊 拿一拿就走 然后从上面在下面吃啊 野外的猴子大概都是会怕人 但是这个不会会逛大街 每天在商圈逛大街 看准东西拿了就跑 完全不怕人 幸好美猴王落网顺利被逮 解了店家 心头大患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此后 谢谢观看